蘇智蟹 我們先讓大家拍照一下 南韓帥大叔蘇智蟹 五度來台舉辦粉絲見面會 不過因為班機延誤晚到記者會 一開場就向媒體道歉 展現親和的一面 睽違兩年再度抵台的他 對台灣的食物則是念念不忘 不僅是演員還是位歌手 蘇智蟹想透過音樂 告訴粉絲們他的故事 他也透露了接下來的工作計畫 歐巴的魅力無法擋 又要讓蘇太太們招架不住了 Nonews新聞 甘政國採訪報導